一百多年前,突然出现的巨人捕食大量人类,毁灭了人类文明。 残余的人类为阻止巨人的进攻,修建了三层巨大的城墙,并在城墙内建立城市,暂时保住了和平。 转眼间一百年过去了,城墙内的人们安稳地生活着,他们都没有见过巨人,渐渐地巨人就成为了传说。 艾伦、阿明和三丽是形影不离的好友,艾伦自己的想法,他十分不满现在的生活。 他问好友都有什么梦想? 阿明似乎想做一个发明家,他喜欢钻研文明被毁灭前人类的科技成果。 三丽则希望生活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,大家永远能在一起。 艾伦听后有些不以为然,他认为三人生活在外围城市中,在内部的终极城市和核心的高级城市中,一定会有很多大家没见过的东西。 艾伦对于墙内的一切都十分不满,他恼怒地踹了一下身旁的废弃炸弹, 却把上面的尘土震落,露出了大海的图案。 阿明和三丽看到后十分兴奋,原来传说中的大海真的存在,所以围墙外面真的有大海吧。 三人躲过城墙守卫军,悄悄来到城墙边上,他们想越过城墙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不过很快,他们就被守卫军发现,差点就被当作叛徒抓起来。 好在守卫军领队是艾伦的叔叔,三人才免于惩罚。 通过叔叔,艾伦得知,因为人们日渐不满在墙内的生活,国会已经通过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提议, 人们将会展开墙外的调查,去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。 就在艾伦满心欢喜地想着去墙外生活时,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,这震动竟然比地震还要强烈数倍。 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吼声传来,城墙上风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猙獰的头颅,这是史无前例的超大巨人。 这个巨人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撕裂城墙,但很奇怪的是,他只把城墙踢破了一个洞,然后便消声匿迹了。 然而,超大巨人的消失并不是灾难的结束,而是灾难的开始。 无数的大巨人和小巨人从洞口进入城市,他们丑陋的脸庞上写满了贪婪,一百年了,他们终于有机会再次捕食人类。 守卫军在叔叔的指挥下,使用大炮进行抵抗,然而一切都是徒劳,因为这些巨人都是不死之身,哪怕直接命中,他们也会瞬间复原。 面对这样的怪物,等待人们的只能是一场屠杀。 整个外围城市陷入混乱,人类只能仓皇逃窜,但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去呢? 三丽在逃跑的路上,为了救一个婴儿而和艾伦失散,艾伦躲在营房中,眼睁睁地看着三丽被女巨人叼走。 艾伦大惊失色,她冲出营房想要去寻找三丽,但女巨人早已不知去向,而此时营房内躲避的人们也缠了巨人口中的食物。 艾伦踉呛着向前走去,她也不知道该去向何方。 两年后,整个外围农村区域已经被巨人占领,残存的人类只能退居到商业区,大量的难民加上农业区被毁,食物供应越发紧张。 为了夺回失去的土地,最高首领建立了赶死队,准备让他们去外围堵上城墙上的洞口,收复失去的土地。 艾伦和艾伦也在赶死队队员之中,如今他们都失去了双亲,也失去了三丽,他们历史要为三丽和家人报仇。 不过想要修复城墙并不容易,因为前往洞口之前的路是一段九死一生的旅程,即便能够到达城墙,弹药也基本上耗尽。 这是人类谨慎的炸药了,如果不能成功,人类必将因为食物危机而灭亡。 听到这里,贪吃鬼沙萨也不好意思的停下动作。 沙萨之所以来到兵营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太能吃,家里实在供养不起,只能将他送到赶死队中。 很快,队伍集结完毕,他们要趁着夜色到达指定地点,因为巨人的势力相对较差,夜街行军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 如今的军队已经找到了对付巨人的方法,那就是利用审索和推进器, 实现三维运动的立体机动装置。 通过该装置,人类可以绕到巨人脑后,对其脑干部位实行致命一击。 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只有最精锐的战士才能击杀巨人并全身而退。 他们这次要去和调查兵团的夫导队长以及女神会合。 说起这位女神也是非常传奇,她在半年内杀死十多头巨人,已经成为全民的英雄。 由于连年的损耗,如今的赶死队中大部分都是毫无经验的新兵,对于这次战斗,大部分人心中都没有底气。 队伍行军到半路,一名女兵突然听到婴儿啼哭的声音,她坚持要去寻找这个被遗弃的婴儿。 没想到找到之后却发现这是一个巨人婴儿。 巨婴的啼哭瞬间唤醒了所有巨人,来不及上车的士兵皆被巨人捕失。 这些新兵毫无战斗经验,纵然他们知道巨人的要害在脑干部位,也没有勇气上前战斗。 关键时刻,夫导队长和女神及时出现,只见他们动作极为凌厉,三下两下便将巨人斩杀。 众人皆欢呼雀跃, 只有艾伦陷入了震惊,因为这个女神赫然就是三丽。 然而不知为何,三丽似乎比以前冷酷了许多,她始终不与艾伦和阿明相认。 艾伦十分不甘,她悄悄找到三丽,问她一切到底是为什么。 三丽向她展示了自己的伤口,在腰间使巨人的大嘴留给她的伤痕。 如果不是夫导队长将她救下,她绝对是必死无疑。 之后三丽从夫导这里学习了很多战斗技巧,跟随她南征北战。 就在两人谈论往事之时,夫导队长突然出现,她似乎很不喜欢三丽和别的男人说话。 她将一个苹果递给三丽,并将其还在怀中做出亲密的样子。 艾伦大受打击,只能失落地离去。 艾伦痛苦地大叫,就在这时,一位单亲母亲将艾伦拉到PMP的角落,她想要身体安慰艾伦。 这时候,外面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眼睛,没错,是巨人来了,直接将单身妈妈捏起,吞入腹中。 艾伦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却无能为力,她痛恨这种无力的感觉。 附近的巨人听到声响,也都纷纷行动起来,整个区域陷入混乱。 虽然富岛和三丽能够击杀巨人,但巨人实在太多,仅凭他们很难阻止巨人。 此时,场面已经失控,偏偏还有人将装火药的车子偷走,这个女人因男友遇害失去理智,竟然用这唯一的火药去复仇。 如此一来,城墙便再也没有修复的希望了。 艾伦看着队友不断被巨人吞噬,她心中的怒火越来越盛,她不想做毫无还手之力的羔羊。 于是,她利用装置飞出,在巨人之间穿梭,伺机斩杀巨人。 但艾伦毕竟是菜鸟,虽然她成功地击杀了一个巨人,但是由于动作不熟练,没过多久她便被巨人缠住,一条腿被巨人咬断。 被巨人扔到了远处的楼顶上,艾伦在楼顶痛苦挣扎,她眼睁睁地看着阿明被巨人塞入口中。 她不想再失去这个从小到大的好友,于是她拼尽最后一次力量,拖着残队将阿明从巨人口中救出,而她自己则被巨人吞入腹中。 在巨人的胃里,她看到了刚刚被吞噬的单身母亲已经被腐蚀。 此时,整个区域都被巨人包围,兵团陷入绝境,似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。 三力得知艾伦被吃掉后陷入疯狂,她不顾自己动力不足的险境,拼命斩杀着巨人, 直到耗尽最后一次力气,面临被巨人吞噬的危险。 而此时,艾伦在巨人体内挣扎,胃酸不停侵蚀着艾伦的身体。 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,竟然让艾伦开始巨大化,她撑破了巨人的身体,并保持着相当的理智。 她和周围的巨人们战斗在一起,通过格斗技巧不断打击着巨人们的脑干部位,终于将所有巨人击杀。 而远处的巨人看到艾伦如此凶猛,也纷纷退去,只不过艾伦的变身时间并不长,很快就倒在地上。 三里明白,这个巨人一定是艾伦,她不顾巨人蒸发时躯体的炙热,跳到巨人身体上, 剖开巨人的脑干部位,将艾伦从巨人体内救出,而此时的艾伦身体竟然完全复原。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十分不解,只有站在高处的夫导队长微微一笑,要和怪物对决,自己也需要变成怪物。 艾伦为什么能够变成巨人呢?队长的话又有什么生意呢? 作为一部漫改真人电影,只是一部自然无法交代出所有剧情。 虽然这部电影在豆瓣只有5.1的评分,但其设定对于新观众来说也值得一看。 对于漫画迷来说,这部电影或许和想象中有些差距,但对巨人的还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喜欢的话关注我哦,我们下期会更新后面的剧情。